化妆之后就越来越嫌弃自己的素颜 出门如果不化妆的话 一定不会跟任何人有眼神交流 你们会这样吗 于是你们的大人呢 就研究出了非常多的素颜遮宠大法 尤其是黑黄皮姐妹们 想要成为素颜美女 其实非常简单 现在就带你研究 先吧 记得收藏 今天也是全程无广哦 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看上去 那么不像一个黑黄皮吗 一个是我的衣服发色 另外一个呢就是口红 我准备了几个 非常适合黑黄皮素颜涂的口红 全靠口红一发入魂 我试口红的所有镜头 都是自然光 然后脸上没有打任何的东西 纯素颜 也没有画眼妆眉毛 什么都没有画直涂口红的效果 嘴巴特别容易干的小包包举一下手 大家包包里一定要随身携带的一个东西 就是淡彩润唇膏 这种东西一直伴随了我的学生时代 和我的妈咪时代 有点怪怪的 就是没有时间导致自己的那些日子 我找到了两只超级平价的 都是老网红了 这个是KMIC的03号色 整个就是润唇膏的那种质地啊 软软滑滑的 淡淡的奶茶橘色 带了一点点的果汁感 但是上嘴巴之后不会有荧光的感觉 另外一只呢是倩逸的101这一只 就加了更多的裸棕色调 上嘴之后呢 就是非常可口的烤杏仁色 这两个都是你涂上之后 就变成了谁家的好妹妹的感觉 你知道黑黄皮素颜跟白皮比起来 确实是不太吃香的 一个是蜡黄的脸色 另外一个呢就是暗沉的嘴唇 我平时嘴唇就是又干又扁 灰紫灰紫的 所以必须得靠它们来抢救一下 还有一只是我最近发现的宝藏 就是科研式的这个带颜色的润唇膏 我这个颜色叫做Sempley Rose 非常非常淡的一点点粉色 它会让你的嘴巴呈现 很自然的粉嫩的状态 但是我最爱它的一点呢 是它的修复力非常强 就我经常是嘴角的这个地方 下面嘴巴一直在脱皮 有抠不完的嘴皮并且还很疼 我上午涂上它 下午我这个嘴巴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就觉得很好又很神奇 我之前都没有发现它 它是肉眼可见的 让我的嘴部的状态变得非常好的 一只有效的润唇膏 所以我这个很推荐 非常推荐 这三只呢涂上去 你看上去还是一个比较素颜的状态啊 接下来这三只口红呢 是可以让你素颜素的有自信的那种 首先是前段时间我在逛街的时候 看到这只斯芙兰的一个哑光唇釉 它的质地是比较传统的 会成膜非常哑光不沾杯的那种啊 它这个颜色简直是绝了 一下子让你变成一个明艳卦的大美女 好像这只红色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只 非常抓眼球的一只美调大红色 黑黄皮姐妹秃她 脸真的白到发光 并且会让人忽略掉你 可能皮肤上的一些瑕疵 你的五官上的一些缺陷 真的是在人群中就想让别人多看你几眼 我觉得一直以来 黑黄皮对于暖色调口红的夸诞 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一些冷色调的这种蓝调一点点的大红色 上脸才让人真的惊艳 因为黑黄皮里面有一部分人 它是橄榄皮 就是你的肤色有的时候 在一些那种室内的那种白光下面 看上去有点发绿 就黑的发绿 黑的发绿 我自己是这样的 所以我发现这种颜色呢 就可以让你的脸色一下子 就好像从蜡黄里面跳脱出来的 就像是我今天穿的这种 非常冷色调的这种蓝色一样 我觉得衬的我的肤色 好像也没有说那么的黄 所以这样的颜色 大家一定要多多尝试 然后这一只 真的妆效巨好看 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干 接下来这一只呢 就是让你走气质超模路线 这个是intu yo的08号色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微妙 素颜的时候涂个大红唇 会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突兀的话 你就可以尝试这样的色系 就是对于白皮来说 它可能会偏棕一点 但是对于黑黄皮 非常的恰到好处啊 它这个质地呢 是非常好晕开的 会有那种丝肤的状像 所以我有的时候 真的没时间化妆 我直接用它点在我的眼下边 然后鼻子上 脸颊上 我就用手上拍一拍搓一搓 它就很均匀地铺在脸上 我真的觉得 这样子出门已经很美了呢 独立自信的温柔小姐姐 然后这个呢 我以前推荐的不想再推荐了 就是Sensee的Taupe 同款的Kogue E 这大家都有吧 这只 但是它素颜的时候 涂真的很好看耶 就非常焦糖红棕啊 有的颜色真的是很神奇 像那种蜜桃色系 我试过 涂在嘴巴上 黑黄皮脸上的瑕疵 变得巨明显 整个脸巨脏 但这种呢 红棕色系 就会弱化你脸上的 那些斑斑点点啊 一向子让你皮肤变得 更通透干净 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如果你在出门之前 只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你会画哪一步 眼睛 眉毛 皮肤 还是嘴巴呢 素颜的时候不自信 是不是很多人是因为 皮肤的问题 痘痘和眼圈暗沉什么的 整个脸很皮 尤其是我们黑黄皮姐妹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 带有遮瑕效果的粉饼 真的巨方便 我就只给大家推荐这两款 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出错率最低的啊 一个是makeup forever的这一款 我之前好像年度爱用的时候 也有分享过它 真的是很好用 并且它是遮瑕的效果 是比这个kiko的更强一些 所以皮肤状态很差的时候 但是没有时间上粉底 你拿它稍微扑一扑 整个脸就好看太多 并且它粉质非常的细腻 不会厚粉 然后这个kiko呢 如果说你是正常的皮肤 只是有一些小暗沉的话 就用kiko的这个 也是非常细腻服贴的 然后这两个控油的效果呢 是kiko的更强一点 买回去真的有可能 让你的粉底液闲置 我今天的皮肤 还要近一点给你们看 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 那种上过粉的痕迹 就是整个超级服贴 仿佛还能看到那种 皮肤的小纹理啊 红血丝 但是我把它眼下 然后嘴角这个地方 鼻子周围这种暗沉 稍微一遮 还需要粉底液 真的不需要粉底液了 朋友们 不要一想到化妆 就一定要涂粉底液 其实这样子就足够了 又可以让你节省大把时间 对了对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 让我的素颜加分的 是我的睫毛 就是我之前烫了睫毛 但是它长长之后呢 方向就会乱乱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 都会用这个 睫毛的滋养液去刷一下 一个是整理它的形状 一个是加速睫毛的生长 长长一些啊 我最近用的是这一个 我觉得蛮不错的 然后我有采了另一款之后 出一个雷品吐槽 再跟大家分享啊 我觉得就是睫毛 对素颜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我之前拍过 自己在家烫睫毛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真的是有让我平时 不化眼妆的时候 眼睛看上去有绳 就圆圆的啊 所以说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懒得化妆了 就觉得哎 看得过去还可以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那么对于我这种眼睛呢 不算很大 也不算很有神的人来说 素颜的时候 就会喜欢戴一些这样的小眼镜 这副你可以看到 我戴上它之后 我自然的眼睛 这边好像就有了阴影子 瞬间有了一点深邃的感觉 并且我不太喜欢那种框子 很大的眼睛 素颜的时候戴那种呢 显得特别的刻意 就很明显嘛 你有点不太自信 所以戴一个这样大的眼镜 去直了脸 小小一点的这种呢 脸一些 我就很喜欢戴这种棕色框框的 棕色有点透明的框框 大家可以截图去搜一下 因为我这个没有练金了 就好几年前买的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棕色配金色这个框框的 我觉得这戴上去呢 就是有一点点小蚊艺的感觉 但是又不失时髦 也不会显得眼睛太小 这也不错啊 大家可以截图啊 棕色配金色的这样的一个小框框 你看这种大框的 我戴上去 就是如果是一个素颜的话 我觉得我的眼睛离得更近了 就像小老鼠似的 这两颗眼睛在这儿逗着 有点变得更丑了 眼睛更小了 像这种比较偏大的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就不太适合素颜的时候戴 就太刻意 如果你是近视眼的话 有点这个镜片巨厚 就像那种酒瓶底儿似的 这种的框 我就不是很推荐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 如果不化妆的话 可能头发也是油的 这时候来一顶帽子 是非常折稠的 接下来有几顶帽子 我发现我今天推荐的东西 很难找到链接 这非常抱歉 大家可能需要截图 去找这样的童话 这顶帽子是我之前在韩国买的 后面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那种开一个洞的那种 这个呢也是用来挡眼睛 挡眉毛的 如果没有化的话这样 哇我真的是觉得拒减铃 然后显得我的眼睛也没那么小了 这边也是会被阴影挡住 我也不太知道这是沙牌 所以你们看一下这个镖 所以那时候呢 我也很喜欢戴这样的盆帽 帽子一戴谁都不爱啊 整个就是显得脸很小 然后我的项链也没开了 是我在上上里定做的 哦叫TownTown的帽子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搜得到 这种毛线帽我觉得也是很实用的 据说还是玄雅同款啊 这种又可以遮阳 又可以挡脸 我觉得还不错 还有一个素颜遮症 最简单次爆的方法 就是戴口罩 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 一个明星同款的口罩 哎精致的猪猪女孩 口罩也一定要戴这种 不沾口红的哟 因为它这种是立体的设计嘛 然后呢它会显得脸很小 重点是你一定要买这种肤色的 肤色的黑黄皮戴上去 就不会显黑 就是连这个细节都要抠 是的 因为那种大白口罩 大蓝口罩戴上去之后呢 脸是特别显黄的 逛商场的时候 瞥见了镜子里的自己 就觉得哇 这个脸就露出来的地方 怎么这么黄 戴上这个之后呢 显得脸又小 鼻子又挺 然后还不会显黑 素额的 就明星同款 微博之夜的时候 所有的明星都是戴这个 真的是费尽心机 我发现我从小就是 穿笑服的时候 就不喜欢和别人穿的一样 你们以前有没有写过那种同学录 各种就是乱七八糟的问题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问题 是你喜欢的穿搭 我给别人写的全部都是 校服配牛仔裤 当时竟然就是觉得 自己是如此的时尚 如此的与众不同 所以这个口罩呢 我觉得也是 美女必备的一个口罩 今天是没有广告的 大家放心放心 好了 今天戴尔已经把 我压箱里的好货都拿出来了 都是最近有素颜的时候 赖以生存的宝物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有种草 别忘了点赞 给戴尔一键三连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哎对你们有没有什么素颜 遮愁好物 一定要